大家好 今天是4月3日 星期三 今天港股 只差一點點 真的可以見3萬 剛剛跟同事 都談過這個問題 談的不是市場 什麼時候見3萬 因為談什麼時候見3萬 這件事 真是沒什麼意義的 反而意義就是 究竟市 在想的空間有多大 還有 有什麼叫啟視 就是說 市什麼時候見頂 當然 升市沒有股頂 跌市沒有股底 這個大家都明白 如果以我自己的初步想法 A股的強勢 還是維持下去的 所以港股變成這一邊 你說有沒有一些 可能比較大調整的空間 暫時就不多 甚至乎 我不知道大家身邊的朋友 甚至乎閣下大家 會不會有一個想法 都是等它回的時間 買貨吧 現在升上來這一陣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真的可能 拿貨這麼多 我自問呢 其實在這段時間 由上年到現在為止 我的組合 沒有任何改動 因為 你也可以說之前的時間 有很多貨 擲住了 之後都沒有什麼理解 現在整一下整一下 基本上幾乎 全部都回家鄉 甚至乎 都已經有些理論了 沒有了 就先考慮一下 因為現在 對我自己理解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迷思 究竟市場 加上A股 究竟是升夠味 A股市場 都跟大家之前分享過 即是說 它成交量 只要有成交量配合的話 我又暫時不理它 除非成交量突然間 縮回了 可能我會比較擔心 A股的行程 是不是已經是那段落 但是暫時 還未見到這個現象 所以我策略上 傾向於說 有貨 就先拿著它 都要提一提 騰訊 今天它升得不錯 但是 可能我自己本身 對於它一直的看法 都是平常心 和 可能我自己堅信 它那個業務的表現 和我的發展 是不差的 所以 今天就算升上來也好 我其實沒有感覺 又不會特別開心 又特別不開心 沒有感覺 但是 其實現在騰訊 我相信很多坊間的 可能有些行家 可能突然間又轉軌 可能又說 又不行 可能又不行 可能又說 有些遊戲網批 但是可能 過幾星期之前 都還在說 這個叫做 ESPA 將它分拆 就是 我可能將它分拆 上市那一刻 變相是 減持騰訊 不利去前景那些 那 沒有 這些 我想很多 都是經常性 轉來轉去的 那 就 對 但是我想說 就是 大家看騰訊 都是那句 遊戲 不是不看 但是 最重要是說 知道其他業務 包括雲服務 以及支付業務 那邊的表現 能不能夠做得比較好 因為遊戲 這個業務 真的是 事好事壞 你想想一下 現在暫時看上去 是很厲害 甚至乎 完美世界 加這個權力遊戲 這遊戲 我自己是樂觀的 是樂觀的 不過 可能這裡有一點 的 因為 我本身 是權力遊戲的粉絲 所以我也很期待 4月14日 這套遊戲 是Final Season 我也很期待 但是 我想 沒有前途上 這遊戲有去過賣點 是的 不過這遊戲 你玩的持續性 應該一定 爲不上王者榮耀 所以 你只可以說 中短期 是會對騰訊 有比較大的幫助 但是 沒有 純粹說遊戲 我覺得 不應該就這麼簡單 對 所以 大家 如果之前的時間 有課的話 還可以考慮一下 先拿著它 另外 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辦法 今天有些移動 應該是一些 銀行股 你看到渣打 匯豐這些 做得比較好的 特別是會控 因為原來 沒有看它的走勢 這幾天的時間 原來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算是這樣 因為最主要 會控之前的時間 都跟大家分享過 高息 買來擺放 也無妨的 我市況現在更好 那它的價格 立即有更大的反彈 策略上 先拿上去 另外 今天的渣打 其實表現都不錯 都很好 那 有什麼因素 好像因為 本身 去美國那些事件 什麼 伊朗 那些 洗黑錢那些 好像那些 有延遲審送 但是 我想銀行股 有些追落後的價值 不過相比之下 內人股 真的不行了 真的比較差 不過 如何計算也好 如果計算直播率來計算的話 如果現在先想著 高追 那些已經當炒的板塊 不是不行 但是似乎 如果市場有機會再爆上的話 內人股 真的 可能這個板塊 有條件追落後上來 不過 還是短線 還是追落 5-10% 就算了 這樣 另外 有什麼股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沒有太多 特別的股份 不過大家如果有問題 反而突然 我現在想大家 可以多問一些 因為 其實我覺得 在從大家的問題問中 每程度上 也可以反映 就是 究竟現在市場上 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大家一看到 都不要問問題 就是問題不太多 那程度上 可能大家還是對後市的看法 比較保留 我經常都有一個指標 就是 我同事也是 就是 可能看看 封煙的數目 多還是少 都可以反映 就是市場的氣氛 是碰還是不碰 如果市場好的時間 電話自然不多 如果市場比較差 的時間 就可能電話比較少 那當比較少的時間 可能調轉 就是市場 現在這一刻 是比較差 但隨時有些反彈 所以 反而多的時間 反而氣氛比較好 但好的時候 通常 不會延續很久的時間 現在 還算是 比較少 不算很多 所以市場 如果 回到這個 的想法 現在 應該做得去 這樣 不過這些 比較少 不太有科學性的分析 但怎樣都好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真的歡迎大家 再留言給我 我都會盡量 解答大家的問題 不過 今次這位朋友 問這個 李明生活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研究開 還有 可能我自己也沒有光顧過 我又不知道公司什麼 什麼頭什麼路 所以 只知道名字 跟那個 我叫做主席 袁小姐有些關係 其實他真的 一刻都不知道 所以這隻 沒有太多意見 給我 另外就是 五一黃金周 那你說會不會 踩零售板塊呢 兩看吧 因為以往的時間 你說可能 不會逢這些 大時大時之前 零售股會踩一圈 但是可能很短線 都很短暫 還有 現在的 我們說現在的假期 是否真的會旺丁 不旺財呢 機會都很大 所以你說 買來 買少少博去追落後 反彈的話 可以考慮 但是只而少住 還有 有賺的話 就要走貨了 那一位朋友問你806 就是為你 奇怪的 因為你的股價 真是你一陣子 剛剛看過圖 看過走勢 真是弱的 如果你說以往以前的時間 市場上升 它沒理由這麼差 那你說有沒有其他因素 導致它的表現這麼差 不得而知 但是只可以說 如果可以 就再觀望一下 因為這一陣子 如果這日金融股 都不升的話 就有點奇怪 既然有些奇怪的話 就無謂博 這樣 最後也是 多謝你的朋友 他說 例如說 seminar 拍一些PowerPoint 那些 那 首先不好意思 因為我都不知道 趕快的時間 大家看螢幕 是有點辛苦的 那這個 我會跟同事 再加一加 那個情況 但是拍PowerPoint 那些叫PPT 其實我自己 本身就兩看 因為有些資料 其實我覺得 是有價值的 可能我的同事 都找得很辛苦 有價值的 希望大家分享一下 就好一點 但是有一些 我寧願講解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有些 可能看PowerPoint 你不得清楚 說些什麼 所以你說 在現場內 有很多內容相 可能交代 會比較仔細一點 但怎樣也好 都多謝你 來捧場 希望之後的時間 都可以見到你 這樣 對了 今天就這樣 沒什麼特別的 反而一旦轉 真的很希望大家 有問題的話 留言 大家可以再分享 大家的想法 因為現在 恆子到這些位 都沒有 都真的要雜思趕易 這樣 好了 那今天就這樣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